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说一个是做梦还是穿越的故事 这天儿子男取得赛车冠军后 接受媒体访问时 就感激他爸男主老的说道 爸还好我妈生我死 你因打架那是被抓去做好几年 劳害我妈产后忧郁正自杀 死我从来没见过他 更害你自己出狱后 必须不知所措的把我养大 然后整天用拳头教我做人 更重要的是 我从小你就不支持我接触赛车 我长大后你也瞧不起我当赛车手 所以为了让你明白 你是个失败的父亲 这才激励我要拿下比赛冠军的决心 我还特地邀请你来现场看比赛 你现在感觉如何啊 男主老听了当然心中百感交集 虽然儿子拿冠军让他感到开心跟骄傲 但要一个大男人承认自己错了 还是有点放不下自尊心 此时儿子男走过来跟他说 爸我得冠军耶 你不坐一下冠军的车 当做帮我庆祝一下吗 接着儿子男载着男主老四处狂奔 非常满足 那么多年来他总算可以扬眉吐气的 在他爸面前证明他爸 不让他当赛车选手是错的 忽然儿子男没注意到 路过的铁轨上开来一台火车 导致他的车整台被撞飞 虽然救护车跟医生敢来救人 但儿子男还是就这样挂了 等他再回过神来时 他却发现自己站在大马路上 他找了个路人搭话 立刻了解到他穿越回到了几十年前 此时有人大喊一声 神灯精灵帮忙捉贼 儿子男一停马上往看长相 就知道是贼男追了过去 结果看长相就知道是贼男 马上拿出小刀来抵抗 还好一个蒙面刀客光芒似色从天而降 然后跟儿子男联手打倒了 看长相就知道是贼男 将他用皮带绑了起来 但事后蒙面刀客拿下他的面罩后 竟吓得儿子男一个大金虫找到碗似色 因为这个刀客竟然就是他老爸 男主老年轻的时候啊 简称这个状态的男主老为男主角 之后无处可去的儿子男 便开始跟着有熟悉感的男主角混 两人也算一见如故 很快变成了好兄弟 男主角也介绍了他那个 青梅竹马论及婚嫁的未婚妻 就是角竹女给儿子男认识认识 但儿子男得知角竹女的名字后 却一个大金虫找到碗似色 因为虽然他从小就没看过他妈 但也知道他妈的名字叫女主角 不是什么角竹女这样不太对啊 因为如果男主角不跟女主角结婚 就无法生出儿子男 那儿子男不就会从历史上消失吗 所以儿子男忽然明白 为什么他会穿越了 这一定是他命中注定要穿越过来 帮男主角去娶女主角 而不是娶什么角竹女这样 才能让儿子男也就是他自己顺利出生 然后才能再成长到一定年纪后 再穿越回来 想办法让男主角去娶女主角 一直重复 这个想象力完全就是100分啊 于是儿子男打算使出一招美男记的 勾引角竹女约他去交交配什么的 借此让他离开男主角身边 这样男主角才有机会去娶别的妹子 才有机会娶到女主角嘛 而没想到的是角竹女马上答应邀约 但当他们两人准备偷偷交配时 角竹女在调情聊天的过程中 却随口说到自己明天要去改名 因为他讨厌他那个总是出门在外工作 都不陪他的老爸讨厌到不想跟老爸姓角 想改成跟老妈姓女 而且他特别喜欢主角这个名字 听得很霸气 命运估计也殷勤不定很刺激啊 儿子男一听又吓得大惊从早到晚失色屌 都下歪的弹开来说不交了 因为这样一来 角竹女的名字就会变成女主角 那不就是他妈妈 那岂能上自己老妈啊 此时男主角从柜子里出来跟儿子男说 恭喜你通过加入主角黑帮的考验 我们主角黑帮的成员 就是要有扫子永远是扫子 只能用来照顾不能骑的理念 之后男主角带儿子男来看主角黑帮的堂口 是一家只卖歌舞不卖赢的歌舞厅 而改名变女主角的角竹女 竟然就是歌舞厅的老板 接着男主角介绍主角黑帮 另一个重要成员于闪男 给儿子男认识 三人还开会讨论主角黑帮成员 相认专用的秘密手势 三人玩得正开心时 小魔王就带着手下拿着枪袍来跟男主角说 把你们歌舞厅的土地卖给我老板 就是大魔王否则的话 我就杀了你们另一个被我抓走的 主角黑帮重要干部 于是男主角跟儿子男 当然是不卖土地的开着车 冲来小魔王基地随便打爆他的手下后 就把被绑在椅子上的椅子男 就上车轻松逃走 啊小魔王拿着枪追出来 不但没追到人 还刚好碰到警察的被抓走了 小魔王就这样退场了 之后以子男退出主角黑帮 自己坐火车去外地打拼 就没他戏份了 他只是用来引出大魔王的 所以大魔王就出场的派手下把 男主角儿子男与伞男都抓了 然后大魔王现身说道 再不赶快把歌舞厅的土地卖给我 我就打断你们那根哦 但男主角那根很硬 因此完全不害怕地表示 断成三结我都不卖 因此大魔王只好先打断男主角那根腿骨 要他再好好考虑考虑 不然下次断的就不只是腿骨了 接着因为女主角说他怀孕了 所以儿子男就自告奋勇地 先帮男女主角举办了婚礼 毕竟能主持自己爸妈的婚礼 他还是很开心的 与此同时 主角黑帮的雨伞男想帮他的帮主男主角 抱断腿之仇的拿着双刀 跑来打算砍大魔王的腿 然后他就被大魔王随便用雨伞刺死了 大魔王有律师有钱杀几个人 他根本不怕会出事 更何况他这可是正当防卫嘛 而当男主角跟儿子男看到雨伞男的尸体后 马上同仇敌凯的跑来想杀大魔王 帮雨伞男报仇 总之双方一阵打斗后 正当大魔王要拿小刺刺插死儿子男时 男主角就拿着小棒棒从后面捅晕了大魔王 然后跟他一起殉情的摔下楼 但都没摔死 人没那么容易摔死的啦 会摔死的话一定是意外 多是几次就不会摔死了 之后男主角被大魔王提告 伤害罪的被关进监狱坐牢 大魔王也强硬的用手段 买下主角黑帮的歌舞厅土地 后来女主角生下孩子 儿子男一碰到婴儿时期的自己 就穿越回到现代 从昏迷中醒来的 对他爸产生好感 其实状况是 儿子男一开头车祸没死 但昏迷很久 他昏迷的过程中 他爸男主老常常在他耳边 讲述着自己年轻时 跟一个好兄弟的故事 说他们以前为了朋友而打架伤了人 导致他坐牢 好兄弟也跑路了 老婆才会因为歌舞厅被人抢走 又无依无靠的忧郁症自杀 而这些故事被昏迷时的儿子 男听成梦境 纳在梦里 他以为自己是他爸故事中的好兄弟 然后就全剧终了 看完这个故事 我们明白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别每次都等别人误会 你还产生了恨意识 才要出来解释来龙去脉好吗 也明白了 用违法的方法去报仇 通常也只是在耍智障而已 啰啰